第四十五集,魏英愕然地望着医院门口的接班二人组,小得笑眯眯的,眼睛都快迷成了一条缝,大的则是有点局促,还有些紧张,似乎是怕他生气,连目光都不怎么干直视。 虽然魏英是觉得很突然,也有些不自在,不习惯,毕竟这么久,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,一个人上班,一个人下班,一个人独来独往,以前的他也是个重得的依赖症儿童。 周末打工的时候,蓝湛要是不去接他,他能坐在已经打烊了的店门口,直到某人出现为止,有时蓝湛会笑称说,这辈子他怕是断不了奶了,这时魏英会爬拉他的衣服, 吵嚷嚷着,要喝一口试试看,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和回忆,终成了回不去的过去。 大笔,朵朵一看见人就欢腾,魏英把目光从某人的脸上说了回来,连带着回忆的场景也被打破了。 小家伙,不在家里玩,跑来医院做什么,魏英是知道女儿跟某人在一起的,朵朵前脚刚走,温情就打电话跟他说了,只是他没想到,这两人会来接他下班。 大笔,朵朵和叔叔来接大笔下班,大笔你开心吗?童言无忌,直白而又煽情,魏英快速瞟了某人一眼。 直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,说不开心吧,某朵会失落,而且自己又昧着良心,不可否认。 刚看到两人时,他一开始是惊讶,然后有丝丝的欢喜,从心头涌上来,直接说开心,他也说不出口。 爸比,你要是开心,朵朵和叔叔天天来接爸比下班,爸比不回答没关系,反正朵朵想说的话还是要说完。 天天这两字,听着是一种承诺。 可魏英已经不相信承诺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,他更想要踏踏实实的触手可及的幸福。 魏英垂下了眼眸,蓝湛知道他在想什么,眼底一阵失落和自责。 朵朵还想说些什么,被蓝湛拦住了。 宝宝,爸比上班累了,我们先上车好不好? 好呀,爸比,我们回家吧。 回家,这是多美好的一个词呀。 如果,魏英自嘲一笑,笑起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上车的时候,魏英假装没看见蓝湛绕到副驾驶式的动作。 先一步拉开了后座的门,抱着朵朵一起上了车。 握在副驾驶,车门的手一将,目光一闪,手收了回去。 大长腿绕过车头,上了车,且猛往后视镜上看了一眼,确保他们安全带都系好了,这才发动车子。 爸比,叔叔可会做饭了,跟爸比一样厉害。 朵朵今晚吃了两碗饭,你看,肚肚还是胀胀的。 朵朵怕爸比不相信,还拉着他的手,放在自己的肚皮上摸了摸。 爸比,是不是呀? 嗯,宝宝真棒。 某人的这句夸赞多少有些心不在焉。 那叔叔是不是也很棒,叔叔做的饭菜朵朵都喜欢。 本朵可是个大方的人,妖宫可不会只为了自己。 朵朵的话,让两人都下意识望向后视镜。 目光在镜中相会,一双局促之鱼,又有种被人夸奖后的不好意思,另一双则是复杂万分。 六年前的他,也会下厨为他做饭。 那时的卫英可比你儿的夸奖夸张多了。 经常把人夸得脸红而赤。 仿佛眼前这个人,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,最独一无二的。 经常夸出了此人只因天上有的味道。 只是,六年了,他已经忘记那些饭菜的味道。 一路上,两人都没有吭声。 只有朵朵唧唧喳喳了一路,直到回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。 遇到了意料之外,又好像是情理之中的人。 泽爸爸,朵朵眼尖先看见了从车上下来的熟悉的面孔。 只是他这一叫,三个大人都震住了。 唐少则是真的惊讶,确切来说是很难过的惊讶。 双方隔着几米的距离,魏英拉着宝宝,蓝望鸡站在他的身边。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 可是这一幕刺痛了他的心,魏无羡什么时候原谅蓝望鸡了? 他竟不知道。 而蓝战,在面对魏英的正牌老公时,首先下意识就是望向魏英。 虽然他是想宣战,可他并不想因此给魏英带去困扰。 更不希望自己的行为,让他在唐少泽面前难堪。 毕竟他们才是合法的夫妇,而自己是过去世,和前任纠缠在一起,别人会说闲话。 三人中只有魏英是一脸淡然的,因为他不爱唐少泽,这是彼此都知道的事实。 他从来没有骗过他,更不存在玩弄感情这回事。 而且他们的婚姻只是有名无实,所以就算被唐少泽看见,他和蓝战走在一起,也并不会觉得什么。 少泽,你今天这么早下班了,魏英问的自然,就跟遇到熟人而打声招呼别无二样。 而听到蓝战的耳里,却是亲密,是爱人间的熟络和自然。 不像面对他,总是局促而生疏。 唐少泽把目光从蓝望鸡的身上收了回来,落在魏无羡的脸上,连神情都柔和了不少。 嗯,手上的项目都完成了,爷爷很满意,以后我的时间就充裕很多了。 朵朵,以后泽爸爸可以接你放学,就不用一直麻烦秦姨姨了。 这话一出,魏英匆匆瞥了蓝望鸡一眼。 朵朵则是睁着大眼睛,仰头看着蓝望鸡。 泽爸爸接朵朵。 那叔叔呢? 朵朵就不能坐叔叔的车车,也不能吃叔叔做的饭饭了吗? 朵朵纠结的小眼神,落在唐少泽的眼里,让他心中的警钟大笑。 魏英一直还放不下蓝望鸡,他是知道的。 可他以为,朵朵会是他的筹码。 比起蓝望鸡这五年来的不闻不问,他唐少泽对朵朵来说,才是亲人,才更像爸爸。 上次在海边,蓝望鸡是救了朵朵。 朵朵也表现出了对蓝望鸡的喜欢。 但唐少泽一直都认为,那不足以构成威胁。 可是现在看来,他似乎轻敌了。 如果朵朵的心也被蓝望鸡俘虏了,再加上他本来就是蓝望鸡的亲生女儿。 朵朵是魏无羡的命,他一定会为了他妥协的。 这样自己将毫无胜算。 自从他和魏无羡结婚后,为了博得爷爷的欢心,也为了在公司站门脚跟。 唐少泽使出了浑身解数。 只要他成为了唐家真正的掌舵人,要钱有钱,要钱也有钱。 这样,那他和蓝望鸡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。 他不再是那个,给不了魏无羡更好物质生活的孤儿唐少泽。 他是唐家的少爷,是唐家未来的主人,他不用在蓝家二公子面前自财行贿。 他有了足够的筹码,去荷兰望GPK。 这是他回到唐家这段时间,得到的感悟。 男人只有拥有了财富,才能拥有心爱的人。